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2号 大家看看这个天气预报 现在的气温是32度 今天最高要到35度 天气太热了 大家看我已经 汗流浃背 身上都出事了 但是我喜欢出来晒晒太阳 还有一个要出汗 出汗大家知道这个汗液 可以带走很多中金属的离子 那么这些东西 是从尿液和粪便是排不出去的 那么只有从皮肤出汗能带出去 有研究报道 中金属离子排泄能够大大的降低 癌症的发生率 所以大家出来干活 不要怕出汗 不要怕晒太阳 一定要晒太阳 晒太阳以后 增加活性的维生素D3 预防骨质疏松 你看我这胳膊都帅得黑油黑油的 今天冒着阔暑 来摘玉米 因为5月初呢 我有一期玉米苗的移栽视频 前天后后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呢 就问到过 哎梅姐 你的玉米长得怎么样了 玉米棒子收了没收呢 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你的玉米长得怎么样了 今天呢 就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们来一起摘玉米 我们来先看看我们的玉米棒子啊 其实呢 我已经吃了一栋了 你看 这些都是掰掉的 这些呢 都是已经摘过的 但是今天呢看看我们还有很多大玉米棒子 你看这玉米棒子长得非常的长 长得非常的长 品种很好 这个还不到时候 这些呢都可以摘了 看这个 上面基本上上面都长两个棒子 超市买的玉米呢 感觉就是跟自己种的不一样 但这些呢 我们都摘完了 摘完了这个杆子呢 应该把它砍掉 增加通风 我们来看这个玉米 这个玉米呢 我有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 怎么判断玉米是不是成熟 看那期视频 大家都不需要到地里摘玉米 要把这个掰开看看 那么就根据我那几点判断 一个呢就是这个玉米色干了 还有这个地方呢 比较饱满的 这种呢 摘了一般都是没问题的 玉米的名字呢 叫 这个品种还是蛮好 大家看这个瘦粉 瘦得特别好 我没有做过任何人工瘦粉 就是这个玉米栽晚了吧 它这个口呢就开始裂了 就裂口了 那我就喜欢呢 稍微弄一点 这样的口感是最好的 连它这个顶端呢 瘦粉都瘦得非常好 玉米也棒子很长 你看看这个玉米棒子有多长啊 一甲 一甲一甲多 非常好的品种 有关于玉米的玉苗 胶水 施肥 以及玉米跟豆角的套种 我有两期视频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看 我把视频的链接呢 放在本期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 还有呢 就是玉米最好是分批分期的种 这样呢 你不至于一下子种的太多了 吃不完还要找地方储存 我基本上每年呢 都要种三到四批 这样呢 你就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吃到新鲜的玉米 那天气实在太热了 这个皮肤晒得有点疼了 我赶紧要离开了 那希望大家也抽空了 去出去晒晒太阳 出出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赶紧的走都受不了了 气也长不过来 再不走该中暑了 拜拜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的关注